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到第十二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应该 第十二的话就是到第 第十二个 以此类推啊中间我略过就等于什么 这个就等于 里面的值的话就等于亥斑 这个把这个 复制过去 那上面的写法跟下面的写法结果是一样的 这个写法是先 什么呢 先切割 也就是说我是一个阵列嘛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空间 那我就切割 切割完之后的话呢再把资料 分别放进去 就跟那个你隔间嘛你先隔间人在住进去 人在一个个住进去 那底下这种做法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个 我先宣告一个阵列 然后再怎么样呢 再把13个阵列放进去前面加个ray 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上面是一种做法 下面是第1种 这个是第1种做法 第2种做法是 你就宣告了说 后面不要给刮壶 这个可以拿掉 然后呢 他会自动知道说 比如说你今天 不知道多少人 反正你就住进去嘛 住到满为止就对了 那反正我就照 你要几个我就给你几间房间 底下的话是 没有 刮壶 而是直接怎么用array 反正我就放置掉 通通放进去 他就可以自动帮你切割出来 两种方式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说 诶 那我要怎么样做 做这个什么 做移动 假设我今天有个清单 这个清单的话我想各位参考一下 这一个我们云端白板上面 这个问题 这个是问题15里面 问题 15在这里 自动排序 那这边会有个清单 各位 稍微 看一下这个清单好了 这个清单 或者你们开 开启一下 那个那个顺序 或者这个这个顺序的话 你们就稍微记一下 或者是按照 加义丙丁物级 那这个 这个班级 我想你们就自己 再先定义一下 好 等一下我们来看怎么做班一好了 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脖子